讲修行,落实于生活,讲经典,愿意于人生,欢迎来到禅心学院,聆听达观师父教会,开启智慧人生 畅谈六祖谈经,六七灵,悟道平等,整理者心灯,读诵者心音 圆满报身佛,就是一种现象,华言经曰,奇灾奇灾,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得相,此即是报身佛 三身其实是一身,一身或三身,都是为了讲给你们听的 一尚且不存在,何况三呢? 一个人的概念本身就是执着,就是邪见 再来,一尊佛这个概念本身亦是不正确的 您所讲的一,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的一 有一个人,我们才会那么自私 你说一尊佛,也是那个一 你也太小看佛了 如果他是一尊佛,他一定不能成佛 一是平等的意思,而非数字的一 你不要说一个人或一尊佛,你应该看到平等 平等是真相,真实义就是如此 谁误导平等,谁就可以成佛 阿罗汉就是觉得人生很苦 所以他才需要修四圣地 毕之佛就是认为生死轮回不断 所以他才要修十二阴缘 菩萨就是认为有众生可度 所以才要修六波罗蜜 佛看到我们的本来就是平等 说三身即一身,连一身都不可得 就是不可得,就是不可得,故平等 可得,就不平等 说三身的目的是什么呢? 为三种人讲 下根气,中根气,上根气 下根气的人认为有个法可以修 所以他就望见化身佛 就有个化身佛的出现来度化他 中根气的人认为有一个烦恼可以断 所以他就望见报身佛 本来我们不说报身佛 他创造一个报身佛 佛很慈悲 应以合身得度即化合身 但是他所化的其实还是患 对上根气的人 他认为有一个菩提可以正 有一个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可以正 所以才化法身佛 故三身 从众生的角度 是这三种人变化出三种佛 以佛慈悲的角度 是因为有这三种众生 所以视线这三身来度这三种众生 如果你是一个没有烦恼的人 有没有佛对你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你现在还有没有烦恼 所以你才要三归一 讲得最究竟一点 当你是个没有烦恼的人 佛这种概念对你已经是不存在的 为什么连一都不可得? 当我的心中已经彻底达到这个样子 到最后 那个一会障碍我 佛法难懂 难在于常常讲了 又把它推翻掉 常常一会儿讲东 一会儿又讲西 又不太一样 但是 你若明白这些佛法 只是为了度化我们执着的病 其实你就不难懂 我们大乘佛法讲三身佛 在原始佛教是不讲的 他只承认 两千五百年前的那一位释迦牟尼佛 这就是每个人程度不一样 所以讲的东西不一样 两千五百年前 有没有佛 这就是大乘佛法 跟小乘佛法最大的区别 你读任何经典 一定会读到过去诸佛 现在诸佛和未来诸佛 讲这些东西 不外乎是要你从各种角度来理解 当你能理解了 这些东西对你来讲都没有意义 但是当你还不理解之时 它对你是很重要的观点 清静的法身佛 就是那个你看不到 也听不到的清静法身佛 讲的千百亿的化身佛 就是那一个能够视线来度化你的 无论你是在梦中 还是在禅定当中 还是在现实生活当中 用各种现象来度化你 就是化身佛 报身佛 就是指在雪山修行成道的历史上的那位释迦牟尼佛 但是依法华经的讲法 历史上的释迦牟尼佛 是化身佛 文后思维 你明白三身佛的真正含义了吗 心平何老齿戒 行职何用修缠 感恩六子会能大事开始 感恩达官师父教诲 感恩您的聆听 感恩生命中的遇见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